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促之一切法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自慰眼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度一切众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善方便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成般若船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月虎海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得界定道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得涅盘山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速会无畏舍 南无大悲观世音 愿我早同法成身 大家吉祥 大家会常常念到 观世音菩萨这个圣号 我们民间有句话说 《招念观世音》 《招念观世音》 《无念观世音》 《念念不离心》 这个念就是我们恭敬的念 观世音菩萨 其实常常在我们的心中 因为我们能够去看到一个环境 听到一个声音 在食物那里我可以试到甜酸苦辣 我在触觉里面可以感受到冷暖温和 这个就是观世音菩萨 一个殊胜的功德 我们常常用这种的触觉 用这种的观感 用这种的听觉 和用这种的味觉 我们可以尝知世间的乐和苦 我们现在 大家是要很努力地去面对这个疫情 我们常念观世音菩萨 就能够感受世间的苦 这个世间的苦 如果我们欢喜地 清念观世音菩萨 我们时时刻刻 都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这个念念不离心 乃至道观世音菩萨 常在于我们的心中 心中有菩萨 我们就能够觉世间的苦 心中有菩萨 我们能够感到 这个时间 我们可以用一个欢喜去对待 心中有菩萨 一切的苦难 除念观世音菩萨 而却除 祝福大家 常念观世音菩萨